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根频道 我是十九肥仔 大家在看这片之前 我就奉劝大家 如果你现在在吃饭或吃东西 我建议你消化好完才去看 这片的话题并不是很适合你送饭 因为我有几次在餐厅 听到有些朋友吃饭的时候 就开我们的频道来看 因为我们的开放令 一听就听得出 我们也发现有不少观众 都很喜欢看我们的频道送饭 那这片片你就不要拿来送饭了 到时候你说看完没胃口吃饭 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 都提了你了 用了差不多一分钟来提醒你 你也照中伏我帮不了你了 这片片主要是讲到厕所 最后有机会了 在吃饭的记得 转个头再回来看 大家平时去厕所去得久不久呢? 作为男性 很快很快 拔出来就可以收回去 除了开带之外 去厕所的时间也是很短的 女性和男性不同 女性肯定长一点 但自从你有智能电话之后 我相信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开带的时间也会长了 因为很多人开带的时候 都会用电话看影片 我自己曾经在博企商场上 进厕所开带 一进厕所 已经听到抖音片的笑声音乐 坐进厕所 左右两边夹工 不知道左右两边 是真的要摸这么久 还是看影片 看得这么个人 所以继续看不出去 这是男次的状况 女次的状况我不清楚 近日有人在大陆的景点 发现那些女次的厕所 安装了计时器 每一格都显示使用时间 引起大量网民讨论 这些计时器是用来限制人 让人不要用这么久的厕所 那里涉事的景区 位于山西省 云江石窟 属于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入场费是120元 有游客就表示 当时看到这些计时器 觉得很先进 避免盲目排队和敲门 但是隐隐约约觉得有点尴尬 感觉就好像被人围观似的 他每个刺客门框上面 都有个显示 打开门的刺客 就显示一个绿色小人 旁边就写着没有人 有人用的话 就是一个红色小人 旁边有个计时 有些人除了觉得尴尬之外 还担心 是不是现在连去厕所 都要限制时间呢 由于引起不少人的讨论 工作人员也回应 纯粹是方便女性如刺 因为游客越来越多 厕所也不够用 家建厕所也比较麻烦 和需时交场 没办法满足现在的状况 所以也用这种方式 因为你可能能够由使用时间大致去推测 还有多久 即是你看到到十几秒那些 旁边两三分钟 那你当然排排两三分钟 是吧? 当然啦 不难保两三分钟那人是肚射的 但十几秒那人肯定有时间等了 也要避免了敲门的尴尬 警区的工作人员也强调 去厕所是不收费的 就不用担心过了时间要加钱 也没有规定游客去厕所的时间 还有这种方式主要是保障游客 怕有些客人去厕所的时间太长 其实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所以如果超过半个小时或一小时 工作人员就会去敲门 万一客人暈倒或出现其他意外 都可以第一时间抢救 他也补充 也有一些不计时的洗手间工人选择 也会向有关部门反应 而不会计时的 之前的网民表示 这样可以避免那些人 霸着厕所看片不出来 建议全国推广 有人就说 变不变秘一看就知道 也有变秘人士担心 这样继续时间会令他紧张得不出事 而且认为应该尊重个人私隐 其实我也觉得 在这里继续时间 是挺令人尴尬的 的确是有助 防止那些霸着厕所看片的人 但我觉得在这些景区 应该比较少这些人 对吧? 但就我个人而言 我自己真的不想让人知道 自己的如刺时间是多久 即是如果一个不幸 不舒服 用时间长一点 打开厕所门 走出去 分分钟就觉得 糟了!那些人看我瘀了这么久 即是可能人家没有心想 但这个读苗令到我都会觉得 人家会不会觉得我瘀得很久 这样想一想 照类症都出来了 其实这样的做法 在其他地方都出现过了 但为什么那些人有这么大反应呢? 一来那些人就怕收钱 对吧? 待会你要我瘀得很久 三分钟就收我钱 那怎么办? 真是开大 未必这么快的吧? 第二 可能是平时 在工作上 投射出来的不好回忆 大家都知道 大陆有不少工厂 他们会限制 员工去厕所的时间 之前上网见过 有些讨论 去厕所之前都要打卡 然后就会严格限制你上厕所的时间 基本上你都不用指意在工作时间开大 逐秒逐秒跟你算 有些人直接限制到 你全日去厕所的时间 是不可以超过15分钟的 其实不止工厂 在2020年的时候 影音公司快手 也在员工厕所装计时器 统计员工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 就被人指控他压榨员工 但是当时的公司就说 为了方便判断增加移动厕所的数量 但是我想大家都不会相信他们说话 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亚洲地区独有 在欧美作家也出现过 曾经有一名外国打工仔在Reddit 那里就拍下了他们公司贴出来的告示 上面写着 如果员工去厕所时间超过限制 照明系统就会自动关掉它 告示还有一个QR Code 让员工查阅国际医疗机构 对排解生理需求时间的相关研究 即是走来跟你说 我给你足够时间了 你超过这个时间是你的问题 你不应该去那么久 这些人是怕员工蛇王 但是人们就说 你今天的做法根本没用 你关了灯我可以照去 我打开电话 开个电筒就可以了 那部电话也有电筒了 而且我进去玩电话的话 你关了灯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 分钟你关了灯我还可以在这里睡觉 还好睡觉 谢谢你 而且你做这些事情 无助公司的营运之余 更令员工觉得 你的公司根本是沽寒 侵犯他们的人权 和损害他们的福利 这些做法根本是百害而无一利 这段影片就到这里 各位观众 大家又觉得 在厕所街这些计时器 是否一个好方法呢? 欢迎留言说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